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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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目中的梦想家居的元素 就是北欧风格 我也偏喜欢简单 其实其他装饰也不太重要 但最重要的 就是希望厅能有白色三角琴 还有一个落地的玻璃 让太阳打入来的时候 我就能在这里弹港琴 鄧佩儀出道以來憑著甜美的臉孔 和出眾的演技, 獲得不少觀眾的支持 不知道女神心目中的安娜瓦會如何呢 這次這個夢想家 實用面積292平方呎, 一位女士自住 她之前一直跟家人一起住 這間屋是她第一個搬出來住的安娜瓦 所以決定把自己最喜歡的元素 都放在這裡 這間屋真是很簡潔 新居入寶差不多了 又不算新, 屋主已經搬進來一年有多了 一年?女孩子可以這麼簡潔嗎? 我知道你說什麼 因為你覺得這裡好像不太多雜物 對不對? 沒錯, 女屋主搬出來就是為了保持簡單 保持簡單, 女孩子真的可以不買東西嗎? 你什麼意思? 為什麼不買東西? 這間屋這麼簡約, 果然是不歐風格 女屋主真的很喜歡不歐風格 她之前是外國生活過 所以她希望回來, 家裡也有類似的感覺 加上她喜歡簡約 所以不歐風格就適合她了 難怪沒什麼花口的裝飾 沒錯, 她的夢想家 一直都是簡單得來, 要有一點風格 所以主要是用白色和木色來配襯 她說回到家裡就會感覺到很輕鬆 而且很舒服 屋主還好欣賞 不歐風格多彩光的設計 偏偏家只有睡房角落兩個窗口 所以她特意做玻璃間隔 把睡房的陽光引入屋 這麼少東西 你肯定屋主真的把東西搬進來? 當然了, 這裡就是她所有的行裝 但是衣櫃還沒滿 也說她希望行極簡主義 所以她只會買自己最需要的東西 這裡每件物品都有她的價值 難怪她不習慣跟家人住 多人就是多雜物 對, 她說以前找東西都找不到 不過現在就不用煩了 每件東西都放在她應該放的位置 看來我要向她學習一下 少點衣服不用花那麼多時間襯衣服 這裡雖然三百尺不夠 但是屋主也不需要整地台 只有一個大衣櫃 和兩個儲物櫃就已經足夠了 我有想過女士的家可以簡約 為什麼呢?因為我自己就是這樣 我受到爸爸媽媽的教育 所有東西都很簡潔 而且我自己本身也喜歡白色 所以其實我的風格 基本上是家裡看起來什麼都沒有 雖然女屋主可以控制自己不買東西 但有時候聖誕節交換禮物 或者抽到獎品 也可能有些東西不適合用 怎麼辦?難道全都扔掉嗎? 也不是 不過她的確會在最短時間裡 將它們轉陣給別人 例如女屋主收到不需要的禮物 或者她就會放在這個櫃裡 務求一星期內將它們送出 難怪她家裡真的可以沒什麼 我覺得整間屋的顏色都很一致 對,女屋主對於顏色很敏感 所以無論是家屍還是長身 她都搭配了很久 她明顯很喜歡大地色 你看看長身全都是唇白色 而所有的架屬都是木色的 沒錯,所以這張梳化 都特意選了卡奇色 如果她選了一些不合格的顏色 那她整身就不舒服了 是嗎? 女屋主對顏色的執著 令她每買一件架屬,甚至家品 都要在腦海幻想 究竟是否配合自己家 就算買個喇叭 前提是要找回一個同色系的顏色 才會考慮 我從小到大都有特別要求 就是要白色、木色和淺藍色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海 我想整間家裡有海洋的感覺 我完全可以幻想到 我在廳裡躺著,什麼都不做 接著播出一些海聲 可能旁邊有一幅海的話 對,我覺得這件事會很美好 我現在都想去做 真的要去做 如果我選擇,這個很美好 我每天都要去放東西 我看得很美好 我看得上很多植物 我看得很美好 我感到我還是在這裡 對,去明天都有 我看得太美好 我去看不去,我看得太美好 這件事,你真的做好 沒時間也沒所謂 除了種植仙人獎 女屋主連畫作等裝飾 都以植物做主題 他說這樣看起來又生氣一點 屋主想要一個溫馨和諧的家 偏偏這間屋有兩條橫樑 在廳房中央 我們為了減輕壓迫感 利用吊燈和燈床或假天花燈 營造八呎留下的空間 聽過很多斷捨離極簡主義 想不到香港真的有人花盡心思去實踐 Gloria, 你最喜歡這間屋的哪個位置 我最喜歡後面的玻璃牆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陽光 我覺得這個主義是非常聰明的 可以令房子滲透陽光 另外令房子的空間感特別大 我最喜歡這間屋的大地色彩色 這些卡其色、木色、白色 令我覺得很舒服、很有氣質 像我那樣, 大地女神 和我那樣…